作詞曲 李宗盛 让本尊成为你的血脉 本尊不仅可以让你活下来 还能帮你复仇 杀了那个利鱼果 事实上竟有如此可怕的怪物 连血脉都能吞噬 本尊的确不属于这个世界 你的宿敌利鱼果体内的伸手之魔 同样不属于这个世界 屈服于我 我就给你带来强大的力量 你真的能给我强大的力量 当然 我还可以让你尊敬天下 天下人多跪在你的脚下 好 答应你 就让我看看 你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吧 重枪 怎么回事 深渊巨口 你不是我的血脉吗 你的贪蓝不够了 我不需要 多谢邪黄大人 传授我夺赦之术 现在 我去死 不 不 李鱼果 咱们走着球 现在 这里有蟹黄包吗 当然有了 拾去 鸡妃 天狼城城主交接都弄好了吗 弄好了 朝廷派了郑大人过来 为人看着比较实在 天狼城的百姓们 应该能过上一阵太平的日子了 嗯 那就好 媳妇你大郎远赶过来 累不累啊 没什么 我不累 鱼果 我好想你 老大 我查查清楚了 城门口是有人收保护费呢 说话也不挑时候 收保护费的头叫王老五 进城必须给钱 衣着光鲜点的就多收点 落魄的就少收点 但是不交钱就别想进城 走 咱们去会会那个王老五 你一千两银子 小白脸竟然比我还帅本分 不多额你点 我还叫你超帅 一千两银子可供十户人家衣食无忧的过一辈子了 你好意思说出口 还有你 要是再看 我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小子 老子看上这女人是他的福气 嘿嘿嘿 你要是交不起钱 可以把她压在我们那里 等你有钱了 过来赎就是了 我恨你活腻了 痛死我了 快 给我狠狠地打 兔崽子 都给我住手 他就是王老五 这里的刀在头上 据说前任城主就是他杀的 我们老大来了 他可是练器径的强者 你们死定 我不是说过了吗 要好生招待来我的美人姐姐 都把我的话当耳边疯吗 可是这男的穿的华柜 单却不肯交钱 美人姐姐 可以直接进去 你 不交钱 那就不准进城 今天就到这里 封城 是老大 不让我们进城 你知道他是谁吗 媳妇 你先进去吧 好 一个弱女子进城 他们不会有太多防备 到时候来个理应外合 一锅短 老大 是孟儿姐吗 是你的头啊 就凭王老五那点三脚猫功夫 就连孟儿的手都碰不到 娜男姐姐 你皮肤好好哦 你的也不差了 好像是孟儿姐 我 他 他 他一定是被强迫的 娜男姐姐 你身上好香哦 你喜欢呀 我送你一瓶啊 双八蛋 竟然敢逗我老婆 白纸扇 臭家伙 呃 余果 我打死你个银贼 住手 住手 你叫我对这肩负住手 怎么你胸肌软啪啪的 难道是你 你这个大色魔 谁都没想到 王老五不仅是女的 而且还是个 劫富济贫的侠盗 上任城主 因为强强名女 所以才被五妹赶跑的 刚刚他只是想和我学 怎么打扮而已 哦 原来如此 五妹 他叫李玉果 是我相公 也是龙城新任的城主 老五拜见城主 刚刚是老五唐吐了 没关系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你的脾气我很喜欢 以后你就是我大姐了 那个 李大哥 我今年十六 十六 不错 年轻有为 老大 龙城的财宝 就藏在这种地方 这里是前朝太师的陵墓 里面的陪葬品 价值连城 这地方 好诡异啊 别乱动 要是悟出了这陵墓的机关 咱俩就完了 我原著中幽冥洞穴 并不是这样的 这到处都是锁链 难不成镇压着什么邪物 竟然是浩天神宗启示谋法 历史果然都是由胜利者便携的 过来 被选中的人 我会给你强大的异能 嗯 徐珠在说话 老大 不好 老大 我看啥也没看啊 这 这里面不会有 千天枪尸吗 睡了那么久 终于等到你了 终于等到你了 老大 这是那么鬼东西啊 这气息 怎么和千手之魔好像 还来用一只眼 被封印在这儿 盖三 你怎么又出来了 你现在要担心的是他 他是七大魔神神医 嫉妒 魔神 和你一样 当今他的地狱和眼睛 他们可以扰乱心神 你是我的勇气 我可不希望你这副身体 被他夺走 多么充满嫉妒的一颗心啊 把你身体交给我吧 做梦 给我继续沉睡下去吧 这么容易就被解决了 哇塞 老大你太厉害了 小心 魔神是不会死的 卑之煞 别碰 应该死痛了 放心吧老大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